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之前今早做的那单导弹移运 真是很奇怪的一个足球赛事 刚好得这么巧 预了一单肥手指事件 究竟什么事呢 大家可以听听那段Youtube 片 言归正传 今天两个大题目 一个就是转会情报站 我们今天会说 散臣和杜安沙比的两位 另外也会说摩连奴点赞 这也是会唱的 讲转会之前 还有一两件事要跟大家说 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好事 Youtube 18 我们昨晚作客新特兰的赛事 曼联赛赢了2比1 在这场Youtube 18的赛事 大家在画面看到这位就是Chong 昨晚进入了两球球 这也是我之前提过一个非常之有机会 很快地提升上一队的球员 一个非常之得 非常有射门触角的球员 走的亦都相当之好 绝对希望他可以继续成熟 和快点可以上到一队帮忙 好 也补充一件事 昨天就看过临急落忙 要多谢各位 昨天的声音质素和直播的质素 是比较差的 因为我有一部 刚刚收集到回来的机器 想尝试它用 因为那部机器比较小 如果真的要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用那部机制作 直播或者录影也好 但是设定还没弄好 所以昨天就比较差 后来我再做一个测试的时候 那个声音和画面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真的说一句不好意思 而且昨天由于早上太忙了 好一眼才去录音 所以就匆忙了一点 所以没有继续图 补充回来 就是说这个晚乱 东窗大家想去加盟的即食球员 昨天已经说过了 山齐是众望所归的 50个投票里面有29个都投说 山齐是58% 乘机说一说 我们今天都会有个投票的 那么投什么呢 就是投山臣 究竟 什么时候会来 因为我想大家 一会听到我说 关于山臣的事 就可能都已经是 越来越多端伪 就看到山臣就会来曼联的了 所以今天这条YouTube频 又有个投票 就是说 山臣的转会 什么时候会宣布 大巴更进一步了 我直接要大家一起估 什么时候会宣布 那几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今天 星期日 第二个选择是星期一 或者星期二 然后可能是星期三之后 或者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 不会发生的 这件事 OK 那么希望大家 勇约投票 究竟是什么时候 不过很有趣的 这个投票 如果今天 真的发生了 的话 这个投票 不用投了 因为已经发生了 不过不要紧要 我们还有一天时间 投票 那么记住 大家勇约投票 山齐市的转会 什么时候会宣布 就是今天这条片的投票 好了 当然要继续说山臣 现在 这几天都说了很多关于山臣的事 端来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 最重要就是 云家都已经差不多说到 山臣是会离开 所以阿仙奴离的了 他没有直接说 不过都暗示得很紧要 而摩鲁呢 亦都是说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不说就越好的 对于摩尼奴来说 OK 那么多些事件发生了 昨天也有很多万迷报料 给大巴 就是说 关于 马琴 马琴那个agent 就已经去了伦敦了 看样子 马琴很大机会 一是就去谈阿仙奴 一是就谈二次的话 暂时来说 刺卿阿仙奴多 刺卿二次的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 如果 因为云家昨天也说了一件事 他们是会找到 替保球员才会放生神的 这样 如果马琴是替保的话 那就生神更加大机会了 接着呢 另外呢 又是有几位万迷报料 包括Daniel 就说了 山齐市整家人已经去了伦敦了 我和Daniel 聊了几句 我说 山神去伦敦的家人有关什么事呢 他在转会而已 就算搬家也由伦敦搬到曼徹多 伦敦 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都不用整家去 我跟Daniel聊了幾句 吹吹水 Daniel就說 會不會整家人一起去旅行 或者大家一起這麼巧 約一起吃飯 說笑 我覺得真的不知道 不過後來看回一個太陽報的報道 其實阿山齊士都很喜歡一家人一起做 尤其是這個轉會 對於他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會 所以可能他就叫家人一起搬屋的時候 幫忙看看 可能我們香港搬屋的時候 很多人都試過的 當然是找一些親戚朋友來幫忙 看看 另外一件事 可能他在一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希望可以跟家人分享這個喜悅 所以多了兩宗事件 包括馬琴的經理人 去了倫敦和山齊士 整家人都去了英國 去跟他一起 山齊士 離開阿仙奴 我想都是 都沒有100% 都九成九 只不過 他去曼茄斯特的藍那邊 還是紅那邊 很實際 我想大家都有少許 十五十六 昨晚很多蠻民問大伯 我問我成數是多少 我昨晚只有70%左右 但現在這一刻 抗爭 我將我的想法提升到80%至85% 我覺得這個機會相當之大 即管看看 也請各位 踴躍投票 我個人的估計 Terry都有問我 我估計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或者什麼時候會宣佈 我覺得 我個人的估計 如果我會投票 我的投票就會是頭星期日 即是今天 晚一點的時候 現在在倫敦時間 都是半夜 未會有任何宣佈 但我相信 今天 星期日的倫敦時間 很大機會 會宣佈 山齊士 加盟萬聯 很大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加盟宣佈了之後 明天星期一場球 他是不能踢 可以來好脫腹 先看球 大家記不記得 無論是 之前 雲迪爾 去利物浦 或者 郭天奴去把賽 都是之前宣佈了 之後 那一場球 他又不能踢 可以做這個觀眾 所以 我個人估計 今天 晚一點 英國那邊的時間 很大機會就會宣佈 星期一 我們試到整場球 山神就會坐在奧脫腹 看著我們贏球 就是這樣 我估計 所以我會投星期日 大家儘管 看看你們的 想想 你們覺得最大機會是什麼時候 希望你們 踴躍投票 因為我們的投票 都不錯 第一次投票 大約四十人 三十幾四十人 剛剛那次投票 已經看到了 去到五十人投票 這件事非常好事 因為 晚迷早晨 精神就是希望多些 晚迷可以發表他們的意見 投票 絕對都是發表你們的意見 所以 希望看到越來越多的 萬迷在YouTube影片 投票 發表大家的意見 好 接著就說 第二位球員 就是我們自己的球員 年青球員 杜安沙比 昨天 在史督城賽前記招 都有提過他 其實杜安沙比 絕對是一個好球員 好重點說了一次 其實幾次 其實是我們需要的球員 絕對是有機會挑戰一隊的位置 但是 現在就未必有這麼多比賽給他 所以 就有這個想法 可能會安排他外借 傳聞說 會借他圍拉的 就是我們的 舊部 領隊 保老士大隊的圍拉 這是傳聞來的 這個未傳聞 未證實的傳聞 但是 昨天早上已經說了 有這個想法 但是 最大的重點 就是看一下我們的雙兵情況 就是說 其實如果有雙兵的話 杜安沙比 絕對是我們的看譜球員 不過 一隊經常上陣 可能暫時 就有這麼大機會 因為 他在這個 聯賽杯 和歐聯 都上陣過 表現相當稱職 老實說 絕對是不失禮的 所以 絕對我們應該 留下球員 再重新一次 我上次訪問 立審的時候 問他現在的球員 誰有機會做到 萬聯的隊長 將來 他只說了兩個 一個就是普巴 另外一個就是這位 杜安沙比 所以 說真的 除非有什麼很大的特別 如果不 我們一定不會放走 但外置是OK的 因為去到外面 多些比賽 因為年輕球員 始終都要多些比賽 多些比賽 才會更加進步得快 所以 情況就是這樣 摩連奧 說得很白 看一看拜利 拜利的受傷 如果應該正常 很快地回來 那可能 一月就會借他出去 借杜安沙比出去 去訓練 拿多些經驗 他都說得明白 是一月尾 即是駐會槍 快結束才會決定 所以暫時來說 都不會有任何駐會 直至一月尾 不過雖然都很快 現在已經是14日了 道安沙比就是這樣 好了 到下一個題目 就是摩連奧 如何看冬季會槍 亦都是兩個合作的 第一個 就是他在記招之前 跟MUTV做了一個訪問 第二個就是在賽前記招 史都城那時候 都說過 摩連奧說 我們今季建立我們的球隊 Squad Viktor改正了我 Squad就是那二十多個球員 我們的團隊 因為中文很難解釋 Squad和Team Team就是十一個人正選球員 而Squad就是全部球員 可能是正選和全部球員的分別 Squad我用全部球員來講 全部球員我們去建立的時候 就是沒有計算到一月數 我們建立我們的團隊 即整個球隊的團隊的時候 就是想著 暑假的時候 是這樣的話 就打完整個季 這個無論是摩連奧套 或者是穆仔 都是這樣想的 甚至乎班主 都是這樣想的 OK 好了 但是呢 我們的平衡 就已經在暑假做好了 除非有一些很特別的改變 或者很瘋癲 或者很瘋癲的受傷 這就是可能是摩連奧的暗示 他就說 如果發生就發生 如果不發生就不發生 但是呢 他亦都要補飛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很喜歡我的團隊的 所有的球員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我越多些時間跟他們相處 我就越喜歡他 尤其是這個禮拜 他們剛在杜拜集團回來 他絕對有這個感覺 重申了 他很喜歡現有的團隊 這個很重要的 一個士氣上 如果你的領導一組 不停地說 我要買哪個買哪個 令到現役的球員 肯定是有個心理上的不開心 所以摩連奧很緊張 在這個訪問裏面說幾次 究竟會不會有機會 買到一個世界級球員呢 他就說 看看如何 看看如何 看看各球員 也看看我們需不需要 但正常來說 下一個下季轉會槍 夏天 我們就會改善我們的團隊 在不同的地方 即不同的位置 我們要令到每一個位置都強一點 這是事實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但是 在這個轉會槍 你有時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如果現在做了 那就在暑假做少些 例如他的意思就是 假設 他也是假設 我們現在 下個轉會槍 即暑假的轉會槍 我們原本打算買三個人的 假設 後患中長前方 假設 如果我們今個冬的轉會槍 買了一個 那下季買少一個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在心目中 仍然有幾個位置要增強 但是 無論是現在 冬的轉會槍 或者下季 他都可以的 他的暗示應該是這樣 那他再重新一次 最後 我很喜歡我的團隊 我亦都很相信我的團隊 現在只不過 在說 可不可以改善到一些平衡 我們如果現在做什麼 的話 我們覺得一定是很適合 和對球隊在一個很好的情況 我們才會做 所以 我覺得 摩尼奧 就真的已經有個幾大的暗示 就是說 我想他們已經 我們在研究這個 山齊士 但是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說 他仍然都不忘記 他要哄回自己現在的團隊 因為好老實說 就算買到 或者買不到 回來 我們現在這個團隊 都是 下半季的脊骨 就是我們的 我們整個 下半季的賽事 都是會靠這個團隊的 所以呢 我覺得 在這件事上的處理得不差 那大家記住 我覺得 八成幾 八十至八十五個百分 山齊士 有機會來的 希望就不要跌眼鏡 希望大家投票 我講得實一點 我們大家覺得 山齊士的 轉會的宣布 究竟是幾時發生 希望各位踴躍投票 那 明天就一定會和大家講講 長波的了 因為呢 明晚星期一晚的半夜 就會是 我們主場對市都成長波 OK 那暫時就這麼多 先 明天怎麼安排呢 我明天 明天早前才決定 因為呢 長波未打 那麼 做不做現場版呢 我都會考慮的 但是我想 怎麼都會做條片 講這個前瞻的了 OK 但是現場版怎樣呢 我明天才決定 好嗎 多謝大家收聽收看 明天再見 拜拜